我是小长,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张恒 那本期视频里面呢,来跟大家说说一个孩子呀,自信的成长啊 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啊 第一个因素就是少的要控制狂,这是很重要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孩子自信成长其实是来自内向外和来自外向内的 第一点呢,其实我说的很简单 我遇到有很多的不少的学生的家长,很多不少的学生家长 把孩子交给我以后 真的,我不是说,我就是这么可以名正言顺的在这录这个事情 我知道家长和孩子都在看 我也知道我带的学生的家长和孩子也都会看我的视频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带的孩子,就这些带的这些学生 每年循环的这些学生 家长十个学生里面往往只会有一个 一直在那抓着 剩下的连问都不问,连管都不管 可能一年就跟我联系一次 或者一年就联系那么两次 到关键节点的时候 这很重要的 其实,凡是那个 不行了,天天就是控制于极高的 就是一天要跟孩子打电话四个小时 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每天 自己没事干 把自己的所有的生命 自己的一切的希望 这个叫做什么 在expectation,自己的所有的预期 都强加于孩子身上的 这种孩子我都不带带的 我凡是发现这样的家长,我都不带带的 健康不了 你孩子培养出来 你望子成龙 望子成龙,郭德纲那句话说的我很赞同 他真的看透了 望子成龙的家长往往自己也不是龙 家长往往都在自己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完成他们当年没有完成的意愿 凡是真正有实力的,真正那些家长他们才不管呢 你既然觉得张老师我能带带你的孩子 你交给我 我给你孩子成长一年两年的时间 我对学生的教育都是无形当中的 这么多年一个在我这两个家庭 我爸我妈两个家庭 包括上一代人都是北大出来的 都是北大的老师 你说我对教育 你让我写出一本书啊 我写不出来 你让我光光光坐这说教育理念 我说不出来 就是在每一刻 每一个行为上面 对很多事情的理念和观点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 凡是那个抓着学生死命的一天 就妈妈很多那种全职家庭主妇那个妈妈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我这个鼻子是真痒呀 我这录视频出汗 不是说心理学生 我这说谎话的 我这一说谎话的捏鼻子 我大可不必好吧 你看我那么多期视频 我大可不必 凡是那种天天抓着孩子 家庭家庭主妇没事干 跟着孩子 我跟你说很多留学生家长 拉着自己的孩子 妈妈 一天打微信电话 打六个小时 然后过来问张老师说 我孩子为什么老觉得我没有时间学习 我跟这样的家长 我都说你就近好吧 反正中国人口大部分都在沿海城市 我说你就近好吧 你上海的或者哪的 你就算北京的 你去我小时候去那叫什么来的 那叫什么来的 那个跟主角子似的那个那地儿 那那那什么来的 哎就北京旁边那个就那个那个 一一一一到夏天了 好大伙那还得跟猪饺子似的 那个那叫什么来的 哦北大河那地方啊 就就那就海边沙滩着 你要不就是你要不就是呃 你上海反正沿着海吗 上海是沿海吧 我是不太熟 那都叫上海 你去海边呢 找个有沙滩的地方 你抓把沙子 你使劲抓 你抓的越紧 你看看沙子是掉下来的越多 还是你能收获越多 就前几天有个家长老是这个呢 我是我是你你你你 对吧 我是不是我的学生啊 就是一个进来免费咨询 很我哎 就这么多年走过来 很多免费进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 就能当着我的面 视频在这就能跟孩子翻脸 要不孩子跟家长翻脸 还有掀桌子的 哎 等了两周的时间 等了一个月的时间 淡季等两周 旺季 像现在这个咨询的高峰期 等一个月进来跟我免费咨询 三十分钟 当着我的面 不光当着我的面 一般我还带三到四个助理老师 在这坐着 也就是说五个人给一五个老师 给一个学生家庭咨询 有很多家长进来都不可 都不可置信 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力成本 怎么会有这样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 认成负责任 他以为这都是学生的 其实都不是 都是助理老师 坐在这里跟学生家长自学 家长想利用我去给孩子洗脑 或者利用孩子 孩子利用我去收复父母 孩子利用我的还好 凡是家长想利用我的 给孩子洗脑的 洗不成 最后跟孩子直接翻脸 掀桌子 就免费咨询里面 什么都见过 什么都见过 你真的是 我这鼻子 真的考着弄我跟说谎话似的 你看大家看我这出油出的好像我 张老师这个发型真的是省了 我要想炒个菜呀 我就直接拿手动抹一把直接炒菜 我前几天前几天有一个学生说 说张老师跟我咨询的时候 有我们视频会议吗 说张老师你这个别人说别人 比如说累了困了 那个都是重招抹一把脸 他说张老师 为什么你每次 扒这个脸的时候 抹这个脸的时候 都是从这儿开始 你是找不着你的脸的位置 和头发的界限在哪里 对不对 哎呀 那个学生 那个学生知道 我知道我在说谁 那个学生知道 就是 那个学生就是 什么 那个学生就是 笑死我了 那个学生就是 什么 哎 说到哪了 这视频就光扯了 然后说到这个自信这个问题 一是家长少控制 都18岁 19岁 20岁的孩子了 这个年龄段 你打他 你骂他 有什么用 你到美国来试试 你别说18岁 你到美国 你在美国这 你随便打个孩子 你试试 第二天给你关进去 让你接受社区教育 接受至少三个月的时间 你试试 你骂一句 你试试 什么是健康的 健康的教育 很多家长 满嘴说的 美国的教育很好 然后满手抓的孩子 就是你也都每天 打八个小时的视频 我这算是离谱 真是离谱 哎呀 真是离谱 还有就是第二点 那孩子的自信 我刚才说的 从内到外 从外到内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人靠衣服 马靠安呀 男生如此 女生更是如此 买点自己喜欢好看的衣服 女生到这个年龄段了 18岁了 开始自己进入社会了 学习学习化化妆 给自己弄得漂亮点 给自己弄得漂亮点 穿得好看一点 别18岁人穿的 还跟12岁孩子似的 穿得好看一点 你会发现什么 张老师不是说教这些学生 穿的好家伙 什么个领风骚似的 穿的一天天的东西 不是让你穿 穿的好看和穿的暴露 是两个概念 但是穿的好看会打扮自己 你会得到什么 你会得到social support 什么叫social support 叫做社交认证呢 这很重要 你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你想一个孤立的人 更容易培养自信 还是有朋友的人 更容易培养自信 对不对 我觉得这很简单 你没法跟 这是从外到内的 那从内到外的呢 多读书 当你知道脑海里面 有东西的时候 你能跟别人夸夸其谈的时候 就算你的性格不愿意说话 但是你也可以跟别人 在交流 在遇到一些话题中 能跟别人进行交流的时候 这个你有 大老你们有知识储备 你知道在说什么 你知道跟别人怎么交流 你能得到什么 你同样也能得到社会认证 社交认证 social support 来自于两个维度 一个是大家在外在上面的 对你的认知 一个是在内在的 大家从心灵上对你的认可 Daniel的Gober 应该是写了一本书 叫做emotional intelligence 叫做情商 这个情商里面分为五个维度 那么第一个维度 叫做self awareness 叫自我认知 第二个维度 叫做self regulation 自我约束 其中包括 还包括像motivation 包括empathy 等等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本书 当他的情 一个人情商够高的时候 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是他自己内心 有这个motivation 就是他的主观能动性 这就为什么 带学生进来的时候 先做TTI测评 就让学生看看他的主观能动性 一个人手下能够先理解自己 understand yourself 就是understand oneself 就是先理解他自己本身的 来自于self awareness 他的behavior 他的自我认知 自我感知和的behavior 他的自我的行为的点 他的motivations 他的主观能动性 以及他的胜的能力 他的competencies 这样的话 才能够好的去怎么样 跟别人 跟整个社会 跟整个班级 因为您才怎么着 这句北京话说 当你的孩子 离开你那个一亩三分地 或者您家的独栋别墅 或者还有 我还有学生家里 有做山的 您离开您的一亩三分地的时候 他终究会进入到社会 进入到大学以后 进入到大学的这个环境以后 又来了 您才怎么着 您才怎么着 在大学 你们所有的人的身份 社会地位都是一样的 你们都叫做学生 所以他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 平等的社交 和交友的一个空间里面 当他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 真正拼的是什么 真正拼的是内心的 什么 内心的积累 和他的自我认知 和他的情商 跟别人交朋友 所以当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他才更加的自信 我再说一遍 不是让你上学穿的 超短裙 让你穿的 和然后露的八块腹肌 让你描眉化眼 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一个人的自我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情商里面 叫做exactly present 叫做自我的一个情商的展示 这是很重要的 大家可以去商学MBA的课堂里面看看 不是张老师 我有病天才穿成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去MBA的 很多顶尖的MBA的教室里面看看 你最差 你也得穿一个business casual 就是商务休闲 而美国人理解的商务休闲 跟中国人理解的还不太一样 美国人理解的商务休闲 也许一个衬衫 这个西装外套 有与没有 反正你也不能穿一个太破的 这个地方只是不打领带而已 这是business casual 这基本上在领带这个区别里面 当然还是中的热 可能一般不穿外套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但是你要做presentation 在商界里面做演讲 你做presentation 你要做报告 你就必须要穿的叫business professional 商业症状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点啊 真的真的 自信由内而外啊 首先脱离原生家庭的那种控制 和那种 就是美国有句话 说的很难听 叫control freak 就是控制狂 不要再控制了 控制 凡是小民外的这一点的家长 去沿海城市 找个沙滩上 钻一把沙子 你使劲钻 你钻的越深 你看看是不是沙子掉下来越多 最后把有些 有些孩子弄得心灵扭曲了 我现在发现一个普遍现象 大家如果相信我带了这么多学生 我现在和这么多家长 孩子打了交道 就是我现在发现一个 真的一个这么一个现象 越是那控制的 越是那个的 孩子要不有极强的逆反心理 要不跟家长关系非常的疏远 要不然就是家长说一道 孩子做一趟 要不然就是 最后达成了心理扭曲 学习成绩非常差 渐渐康康 阳光灿烂的生长 就像California的阳光一样 对吧 就这么讲那个道理 我每周五道的免费资源 是想联系到我 可以给我发现 我的firstin.net mehandlecy.com 或微信连接到我 p3c hnsp3 p3c jnj gp3c 一双的本期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a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annesse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do subscribe to the caes and it's time for now and d Width as